大家好,星期二得道,7月14日,我是新聞報導員小碑。 今天為大家報導兩則新聞。 第一則是連登被鄧炳強重點調查, 第二則是7218醫人暴動案的更新。 被鄧炳強點名重點調查,連登增設拆除帳號功能, 重新從未交出會員個人資料。 連登討論區是香港人經常瀏覽的網上討論區之一, 亦經常有與時政相關的發問。 早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點名批評, 指連登上充斥不發信息,會重點調查。 連登的營運團隊今天7月13日宣布, 推出帳號拆除功能, 並重新至今未向任何第三方提交任何個人資料, 以保障會員私隱。 又呼籲會員小心保存個人資料, 避免向他人透露任何暴露個人私隱信息的資訊。 連登團隊指出,近日收到不少申請拆除帳號的諮詢, 亦都收到會員希望有討論區提供拆除帳號的功能。 而且同時間,Apple在6月初更新的App Store審核條款, 要求包含註冊帳號功能的App, 必須提供帳號拆除的功能。 因此宣布推出帳號拆除功能。 管理團隊指出, 拆除帳號後將無法再次登入帳戶, 無法使用電郵註冊新帳號和所有發表主題回覆將無法被瀏覽。 以上新聞來源來自立場。 第二則新聞報導,721元朗白衣人暴動案。 官批4被告無差別施襲,與正常人有距離。 721元朗白衣人暴動案, 5名被告早前被裁定參與暴動等罪成, 其中4人向法庭求情。 法官形容,案中的被告於當晚不知為何會失控, 無差別向不認識的人施襲, 行為與正常人有距離。 4名被告黃英傑、林官良、吳偉藍和蔡立基 由籌車押送到區域法院, 各被告組辭已向法庭提交書面求情陳詞。 其中卓浩非天藍、吳偉藍代表律師, 呈上他女兒和侄女的求情信, 指吳偉藍好顧家, 又在陳詞中多次重申吳偉藍, 曾經被人襲襪擊中暈倒。 但法官葉阻民質疑說法獻理據之詞, 從片中未能看見。 又指吳偉藍所涉及發生在英龍位的事件, 雖然沒有元朗站大堂或營點商場天橋的情況嚴重, 但不代表不嚴重。 早前已認罪的林官娘代表律師指, 林官娘很後悔, 再次在庭上向受害者鄭仲道歉。 法官葉阻民稱, 當時在月台和列車上的人陸續離開, 但林官娘和其他人仍然繼續施襲, 令男女老友困住了走不了, 行為好像喪失理智, 令人傷心和不明白。 聲稱會考慮判處高刑期。 另一個被告蔡立基也代表律師指出, 蔡立基孝順父母, 即使有案底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 法官葉阻民稱, 不覺得蔡立基是一個很壞的人, 但當日不知為何完全失控, 無差別地襲擊不適的人, 在元朗站內樓梯將人打至跌到地上, 形容行為與正常人有距離。 過程中蔡立基很活躍, 不容易想到一個理由可以輕盤。 小啤今天的報道完畢。 有甚麼comment請留言, 我會多多改善。 多謝了,拜拜!